中国电影报道 由贵州百灵企业集团特约播映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周末和您相聚在中国电影报道 我是李蜜 日前魔幻大片画皮2 在成都举行了盛大的全球首映式 陈坤 杨幂 费祥等主创整齐亮相 今天我们就用整档的时间 来详细盘点首映式上的精彩之处 因为我的阶级地位比较低 那个金公主的在那个朝代的时候 她的阶级比较高 戏里感情遭遇两难 陈坤戏外很坦然 我是一个爱皮相的人 就是说如果我爱的人要长得漂亮的话 那就很好了 杨幂出烟鸟腰有诀窍 请来老师学进食 就这样 那种 那种 很快的 很快的 很快的那种 飞翔打造东方福地魔 变身老师教范语 在电影画皮2的全球首映式上 陈坤 杨幂 费祥和陈婷佳等主创悉数亮相 赵薇和周迅两大女主角 因工作原因未能到场 身为铁三角之一的陈坤 只好独称大局 不过能在老家为芯片做宣传 陈坤还是相当卖力的 首映现场 陈坤不仅聊起了自己在戏里 和赵薇周迅之间 错综复杂的爱情故事 甚至还谈起了自己的爱情观 还等什么 赶紧跟所有的搭档 金伟到现场 一看究竟吧 大家晚上好 我是电影频道节目主持人 金伟 在金伟的主持下 画皮2全球首映竞典 正式拉开帷幕 导演乌尔善 主演陈坤 费祥 杨幂 陈廷佳等主创 一一登台和观众见面 在一段颇有气势的 开场舞之后 饰演大将军霍心的陈坤 帅气登场 身边没了赵薇和周迅 两大女主角陪伴 身为铁三角之一的陈坤 自然担起宣传重任 这不身为重庆人的他 就用四川话 和大家套起近乎来 大家好 晚上好 感谢你们来到闲场 支持我们华皮2 好亲切哦 别看陈坤笑容满面相当随和 其实在影片画皮2中 他饰演的大将军霍心 可是个厉害角色 镇守边关的霍心 威猛无比 以一比百横扫千军 万夫莫敌的猛将霍心 在战场上索向披靡 不过俗话说得好 英雄难过美能官 在这一方面霍心也未能幸免 这个人物非常的难 对于我自己来讲 因为我要饰演的霍心 是一个非常专一 但同样也内心很纠结的男生 原来在影片中 霍心与赵薇饰演的静公主 从小青梅竹马互相爱慕 但曾经身为侍卫的她 却因为一次疏忽 致使静公主被雄抓伤 惨遭毁容 霍心从此愧疚不已 她放逐自己到一个边关 去守卫她热爱的国家 以此保持很长很长 遥远的思念 来刻骨铭心地 把这段爱情留在她的内心 此外 赵薇出演的静公主身份高贵 这让霍心很自卑 只好把爱藏在心里 因为静公主是公主的身份 那我一直是她的侍卫 那就好像是说 因为我的阶级地位比较低 那个静公主的 在那个朝代的时候 她的阶级比较高 没错 那这个在现实上面 会造成一定的一个落差 和霍心的一个觉得 这个身份不太相配 完了之后也是一个 外部的因素之一 天中心有芥蒂的陈坤 即便面对赵薇的示爱 也不敢接招 这让赵薇 饰演的静公主很恼火 无以为霍心 是介意自己被毁的容貌 两人的关系还在僵持 谁曾想 周迅饰演的狐妖小维 却趁机介入 小维一方面不断离间静公主 一方面又着手开始蛊惑霍心 小维的蛊惑 没能打动霍心 却引来了静公主的 浓浓醋意 一场女人之间的战争 由此展开 我明明你杀了她 你杀不了我 其实小维是醉翁之意 不在酒 为了能变成人 小维需要获取静公主 真诚而热烈的心 接近霍心 只是因为小维 想得到静公主的心 而静公主 也渴望能有好容貌 吸引霍心 一场神秘的交易 随之诞生 男人到底是爱一个女人的容貌 还是爱一个女人的心呢 这不仅仅是霍心所面临的难题 同样也是画皮2 给所有观众提出了一个问题 那究竟霍心在片中的爱情观是怎样的呢 免得这一问题 成坤居然答起了太极 霍心的爱情观是什么样的 霍心的爱情观 是跟沃尔山导演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故事 每个人去电影院里看 都会得到自己的答案 我的答案呢 是成坤所演的这个霍心将军 他的所作所为 所以我用他来表达了一下我的观点 那成坤的爱情观又是怎样的呢 成坤的爱情观也放在霍心身上了 调侃归调侃 面对经纬的连番追问 招架不住的成坤 还是如实分享了自己的爱情观 我自己很共鸣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 热爱脾向的人 热爱脾向 我是一个爱脾向的人 就是说如果 我爱的人要长得漂亮的话 那就很好了 如果呢 他又有一个我想追求的内心的话 那就更好了 看着铁三角之一的成坤独撑一面 赵薇和周迅两大女主角 也有点不忍心 这部周迅就亲自制作短片 一同回顾当初拍摄的往事 那时的周迅看到镜中自己的造型 居然也会为小薇 被冰封五百年的悲惨遭遇 而伤心落泪呢 就算飞到了世界的另一边 另外一边 而眼下正在指导自己新片的赵薇 也赶忙隔空送上祝福 有了赵薇和周迅的加油股劲 陈坤自然信心倍增 借着主场优势 他更是卖力拉票 因为我一直心里很希望 这个电影是我们暑假党 国产影片里面的票房暑假的冠军 我希望你们帮我们实现它好不好 叫声太没有信心了 多一点好不好 这样 声音太小了 你们都会去支持画皮对不对 太好了 我一下看到了武艺的门槛 票房 杨幂蒙懂上演 人妖恋 蜂蜜组合绝对新鲜 一定跟大家以往看到的蜂蜜组合 是不同的 我敢保证 费翔变身语言老师 雷人造型居然没人认 连我自己家人都可以经过我 都不认识 都不认识你了 陈坤和赵薇周迅三人之间的感情 可谓是简不断理还乱 此外片中扮演鸟腰的杨幂和饰演捉妖师的冯绍峰之间 也是暗声情愫 上演了一段凄美的人妖恋 为了演好这只单纯的鸟腰雀儿 杨幂可是潜心研究 就连鸟进食的动作 她都观察得一清二楚 在一段微妖微笑的雀鸟舞之后 身着白色简约裙装的杨幂随之亮相 原来在电影《画皮2》中 杨幂出演的就是一只稚嫩的鸟腰雀儿 她是在戏里面等级比我高一点的妖精 大家是属于同一种类 一只鸟 一只还没修炼的太好的鸟 就是她虽然是一只妖精 但是她还不是一只特别成熟的妖精 杨幂饰演了雀儿 不安适适 古灵精怪 为了把鸟的特质演出来 杨幂还真用心揣摩了一番 就连鸟进食时的神态 她都尽收眼底 导演就特别认真地给我送了几张光碟 是关于演员扮演动物的光碟 有青蛇这一类的 那现在你能告诉我们大家一下 现在鸟是怎么吃东西吗 鸟的反应有的时候很直接 它没有那么多缓慢的动作 它是经常跟你说话的时候 就这样 那种 很快的 很快的那种 高频率的这种动作 您可别以为杨幂饰演的鸟妖雀儿 内心稚嫩 妖性大发的她 有时也会试人的 把她的心拉出来吃了吧 给姐姐补补气 跟这只鸟在一起的时候 它是很危险的 它可能随时会把别人的心掏出来 虽说妖性未改 不过杨幂饰演的雀儿 有时也会为情所困 灵动可爱鬼马十足的雀儿 在闹事上看到冯绍峰饰演的菜鸟桌妖狮 居然暗生情愫 一段危险有趣的情缘就此上演 我怎么不吃妖了 没见过妖啊 这一次你们电影里上演的是 人妖恋吗 对 那个超自然跨物种的相恋 其实这次在戏里面 诠释的这种感情 还真的不是爱情 就跟少峰的那种 其实它是很懵懂的 妖和捉妖狮的这种关系 那肯定是 对于我们两个来说都是很新鲜的 所以我觉得一定跟大家 以往看到的蜂蜜组合是不同的 我敢保证 出演鸟腰雀儿的杨幂 为了角色下足了功课 而片中扮演天狼国巫师的费翔 同样不轻松 片中的他形象大颠覆 雷人的造型犹如东方伏地魔 不仅如此 费翔还要讲得一口流利的繁语 手艺事上费翔就当起了语言老师 教大家说起了繁语 您瞧迷人的大眼睛 招牌式的微笑 眼前的费翔依旧帅气十足 魅力不减 不过这回在电影《画皮2》中 费翔可要改头换面 造型上大玩颠覆 我在《画皮2》里面演的是一个反派人物 是天狼国的大巫师 所以我特别高兴 导演沃尔山会有这么大的想象力 对呀 还有其实这次我也特别高兴 因为整个电影的制作群体 给我应该说是塑造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形象 瞧把费翔给兴奋的 光头大耳 我加烟熏装 片中出演天狼国大巫师的费翔 造型可是相当雷人 52岁的费翔也彻彻底底自我挑战了一把 成了东方伏地魔 上了妆 因为要上三个小时的妆 每天化妆 然后化完妆 真的连我自己家人都可以经过 我都不认出来 都不认识你 电影我出现了 我相信观众第一个反应会是 哇 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除了造型上大玩颠覆 费翔在片中讲的台词也是相当有难度 身在西域神秘国度天狼国 那自然要讲得了一口流利的范语才行啊 其实这次为了演好这个故事呢 导演特别希望这个语言是真实的 所以他就是让一个教授从北大来 教我教藤陈寗佳所有的天狼国的演员 我们在演的时候 我还真的觉得我不能一个字错 要不然那位教授要找我算账的 要说讲范语 其实贵伦美在电影龙门飞甲中就有过尝试 不过相比之下 人家费翔可绝对称得上是师出名门 您瞧费翔这一口纯正的范语 把大巫师的邪恶气质展现得一览无语 戏里说范文还不过瘾 歌手出身的费翔还变身语言老师 在现场亲自教大家说起范语来 我真诚地祈求你 要不要来一遍 好 一起来 一 二 三 费翔教得这么认真 旁边的经纬听得津津有味 月月欲试的他也来学上几句 你真诚地祈求我什么呢 我已经晕倒了 我真诚地祈求您能唱一首歌 变身诚语言老师的费翔和蔼可亲 和片中邪恶的大巫师简直判若两人 而扮演天狼国女王的陈婷佳更是爆料 向来绅士的费翔 其实早在开拍前就已经入戏了 我记得第一次见费老师是 那天我们就是组里面 大家在一起讨论剧本 然后当费老师推门进来的那一刹那 你就醉了 差点 然后我很紧张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 费老师居然走到我的身边 特别主动地抓起了我的手 然后亲吻了一下我的手 哇 还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我最尊敬的女王 你好 哇 马上就要首映了 明星们自然是聊得不亦乐乎 此外张亮颖 玉可韦等歌手 还一展歌喉为首映时助兴 陈坤 杨幂和费翔等主演的轮番爆料 让观众对电影画皮2更加期待 首映典礼上重生 古惑 爱永恒等配合影片情节而设置的舞蹈 同样也令人眼前一亮 此外 歌手姚贝娜 玉可韦也轻轻向上 为活动助兴 我的心给了谁 我的心给了你 你给我温暖 你给我梦想 你给我人生最美的希望 而张亮颖深情演唱《画皮2》主题曲 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我猜不穿是你失落的魂魄 我猜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 一阵风 一阵梦 爱是生命的我猜 你的心到底没什么 错综复杂的爱恨情仇 质朴凄美的人妖恋 让人为之动情 曲折的故事 魔幻的画面 强大的明星阵容 相信电影《画皮2》一定会不负众望 赢得票房口碑的双丰收 欲助《画皮2》 票房大卖 谢谢 中国电影报道 由贵州百灵企业集团特约播映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明天18点33分 中国电影报道继续为大家带来新鲜资讯 我是李密 李密见 明天中国电影报道重磅出击 全面聚焦上海电影节 看张子怡如何处理危险关系 梁朝伟 王学斌相互较劲 正当听风者 更有冯孝刚 徐帆 张寒宇 范伟再度集结 相聚1942 更多精彩 明天为您带来